熊家豪絕對是我一個好的朋友 是我好的兄弟 MC的經理人GameTelegram群組管理員P1E2 最近被指發表 以此針對熊家豪的言論 例如說熊家豪的歌好悶 又說熊家豪粉絲派打氣棒棒 是製造垃圾等等 昨天更加在IG限時動態貼籤自問 說自己全程參與MC合約溝通傾談過程 強調MC入環納 與家豪完全無關 並且大爆兩個人在當年前 曾經短暫夾過BANG 不過分開之後都很少亂 有指MC的經理人其實是環立唱片的阿咪 那這位依依到底是何方神聖呢 就由MC親自解答 既然是關係如此緊密的工作夥伴 是否可以理解成 依依這番言論某程度上 都是代表MC立場 怎會 我不會說出這些說話的 因為熊家豪跟我絕對是 我一個好的朋友 是我的好的兄弟 所以 並不代表我的說法 助手這樣說 會不會令你覺得有點尷尬 反而當然 我最擔心的就是熊家豪 但是跟熊家豪有聊天之後 其實他都 對他沒有太大的影響 我覺得 我需要著重的就是我跟他的感情 其他的事情就交給公司處理 而MC都說 依依這個私人助手身份不會變 那會不會叫他 以後要小心點說話先 那這個就是公司的責任 我想這件事就交給公司處理 我想公司之後都會溝通一下 和依依 那你問我 我當然不想見到這個情況 我也希望 這麼難得現在是一個 百花盛況的樂壇 不希望是因為這些事件 而引起大家 會有什麼不滿